相传 清朝时期 广东围镇村来了一位孤寡老人 终日靠食荒和讨饭过日子 邻里乡亲觉得老人家孤苦无依 常常给他送一些粮食 老人舍不得一次吃完 就把米炒香装进坛子 用井水浸泡着 一天 老人想起来 盘中的炒米可以裹腹 可是 当他打开坛子时 大米已有了酸臭味 为了节约粮食 他还是摇起两碗 放进锅里煮成粥 出乎意料的是 这种闻起来比臭豆腐 还要臭的东西 吃起来味道却不错 更加神奇的是 老人连续几天喝这种粥水 原本毫无血色的脸颊 竟然慢慢地红润了起来 老人家为了感谢乡林的施舍 就把制作方法告诉了大家 这一个食品的起源 它是起源林里之间的相互的帮助 那么现在又变成了一个特殊的食品 在加强 在维护着 和谐着 林里之间的这种关系 一道特殊的美食 成了与人为善的象征 也让人们明白了 慷慨助人 自己也会有收获的道理 时光荏苒 质朴的维振人 始终坚持着这一原则 无论谁遇到的困难 他们都会伸出友善之手 祝一臂力量 共渡难关